好 那我們今次這條片就是講中錄 第八個topics 那份Chris的第六條 Change of subject 那這裏就是一個很典型的題目 講明給你聽誰是subject 要Q是subject Q是subject 即是最終的結果 就是要做到Q等於一些東西 而這裏是要沒有Q出現的 不可以有Q出現的 你不要做Q在這裏 但這裏還有一些Q就不可以的 如果遇見這些份數的題目 首先我們要令到它沒有份數 就要用我們學過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卡有叉相成 那我三成過來 這個2p-Q成 那負跟哪裏呢 你可以跟3一起調過去也可以 又或者留在這裏也可以 那我選擇就留在這裏 不跟3調過去 就是留在負在這裏 那就是三成過來 這個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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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插括號 因為這裏有Q 這裏有Q 這裏沒有Q 所以這裏一定要放在一起 所以插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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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Q 因為要放在一起 所以要調去同一邊 由於這邊 這個P其實不需要留在這邊 所以調過來 這裏有2個Q 所以我們要讀一個Q 所以我們要做什麼 就是抽common factor 抽Q出來 令到我可以讀一個Q 你記住這裏 這裏很過癮的 這裏有一個同學 那裏有一個同學 那裏有一個同學 就連基本加減都不記得 其實這兩個可以加上去 對嗎 加上去 就變成-5P 5P 那最簡單 Q都在這裏 下右這裏 這樣移下來 那這個其實可以是個答案終結 但是有些書 就不希望分子有個負環 所以他就做多一步 那這個你可以學 又可以 不學都可以 因為這個都是答案 就是他會做多一步就是什麼 就是 下面抽個負號出來 就是 就變成這樣 調轉我前後 抽個負號出來 就跟上面那裏弱了 弱了去 那就變成答案就是這樣 那兩個答案都可以 沒有說哪個漂亮不漂亮一點的 不過書有時候的答案就是 想是分子無負數 用這個做答案 那不是太過緊要的 反而你少知道 抽個負號 前後調轉位 這個分子要懂 那麼 留意幾件事 記住 Change of subject Q是subject Q在左邊 這邊不要有Q的 不要漏了這個Q在這裏 這邊調些東西過來就算了 OK 有東西加減要加減 不要漏掉它 否則就 simplified 不得盡 就會拿不到最後一個分 OK 那這條題目就到這裡